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17日 纽卡素一森求胜 英格兰超级联赛周六凌晨继续进行 届时纽卡素将做客诺定贤森林 客军上轮如愿重反胜轨 士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此番走访近五轮未尝胜计的诺定贤森林 纽卡素再下一城问题不大 相信诺定贤森林休赛期疯狂买人的事 各位还记忆犹新 不过由于他们的买人策略 似乎更加倾向于数量而非质量 因此26轮过后 诺定贤森林只路得26分 只比降班区多出2分 球队经济想要留在英超依然有较长的路要行 好在诺定贤森林经济阵容方面比较多人 因此在地亨达城 奥马理查士和节骨高耶迪等人均因不同问题 缺席本场比赛的情况下 诺定贤森林还有充足的人员储备去征战英超 不过需要指出 被寄予厚望的谢斯莲加特经济 似乎在诺定贤森林迷失了自我 此次直到目前位置依然无法在联赛方面取得入球 需要多加努力 近况方面 诺定贤森林表现糟糕 最近五轮合共二和三复未尝胜计 其中进攻端多达二场未能取得入球 而后防方面则合共失了12球 即使是一主场作战 诺定贤森林亦无力取胜 纽卡素此前一度联赛 17轮不败 但在接连以0比2的比分不敌利物浦以及曼城后 球队跌出了前四 在比第四的热刺少赛二轮的情况下 紧落后对方四分 球队仍十分有望重返前四的行列 上轮联赛平级阿利山大伊沙克和米基尔艾米朗上下半场各建议工击败了狼队 拿下了他们最近六场葛向赛事中的唯一一场胜利 重返胜轨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球员的自信心 这对他们此番挥军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赛季守循环交锋 纽卡素以2比0取得一场零封胜利 其中包括控球率61.4%比38.6% 传球成功率81比70% 射门数23比5以及角球数11比1等多项主要统计数据军 全方位碾压诺定贤森林 足以限得双方存在一定的实力差距 其中球队主力射手之一的戈林威尔逊 亦在该议中破门 考虑到纽卡素经济是英超做客书波场次和阿仙奴并列最少二场败仗的队伍 纽卡素此行值得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前锋组连顿卡斯奥对罚停赛 后卫艾美卡拉夫和中场安东尼哥顿等人商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